这一期的早秋胶囊衣橱系列 颜色上依然延续了低调的中性色系 在极简风格中加入了些休闲的元素 单品之间的互搭性非常强 可以无脑照搬整套穿搭 第一件呢也是我私信很爱的 可以完美适配所有的生活场景 近奢风轻松拿捏 这款呢它是比较偏短款的一个扩型的版型 非常简洁的一粒扣 很慵览随性的宽袖 大V领穿上呢也非常显瘦 两件都是非常极简的北欧色系 这个麻灰色就不需多说了 知性的知识分子风 这个米白色呢穿上就是很温柔小姐姐 它里面搭高领或者低领的内搭都是可以的 我是搭配了一个这个胸垫一体的 一个方领的小背心 这小背心方领穿上非常的显瘦 很修身比较高腰的版型 很适合在早秋作为各种毛衣开衫 或者外套衬衫里面的一个内搭 穿上之后是可以完全包住妇孺的 它的弹性很大 是比较Q弹的质地 白色这一件它里面胸垫会稍微比较透 就只适合作为内搭 其他的话就是单穿内搭都OK 下面就是我身上这个高领背心 真的是我这个秋天 想天天穿在身上的一个背心 它就传达了一种经过收拾 但是又不留痕迹的 很摩登干练的风格 它是这种双层的高领 比起堆堆领 我今年会更喜欢这种比较规矩的高领 看上去会更加的简洁 后面中缝呢有做一个直线插鼓的设计 这样我们后背的线条看上去也会更加的挺拔 肩线这边呢是做了一个后仪 穿上之后整个袖笼啊 还有肩膀都会更加的服贴 上次图片露出之后 就有很多小仙女都来问的这条休闲工装裤 这条的版型是真的很好穿 高腰然后非常的显高显瘦 它是纯绵面料 这个材质很柔软 但是挺破度也很好 里边呢是有这个工装口袋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跟任何单品搭在一起 都可以增加一些休闲运动的感觉 它面料是有一定厚度的 所以这件白色如果你里面搭正常的肉色啊 也是不会透的 秋冬的一些深色系的针织衫啊 或者外套真的很适合搭配这种浅色系的牛仔裤 搭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毫不费力的轻盈感 这条牛仔裤它面料很特别 它是棉加汗麻加再生纤维素的一个面料 所以它不同于传统牛仔裤的那种紧绷感 穿着感真的非常的柔软 而且它的旋垂感也很强 再加上它本身是比较偏宽松的版型 穿上休闲感就很强 有一种非常松垮的随性感 下面呢是这个短款的阔型衬衫 这次一共有三个颜色 这种短款的阔型衬衫我们去年也有做过 对小个子女生非常友好 而且这种阔型穿上也很能优化我们的头肩比 它是这个纯棉的材质 非常柔软透气的 然后是比较偏薄的这种衬衫面料 第一个是这个乌木棕色 就是非常浓郁又很有高级感的一个色系 这两个颜色就是很美式的一个感觉 这个复古红真的非常非常的亮眼 还有一个这个很日常休闲 也是很经典的一个藏青色 是比较建议大家当一个小外套去搭配 下面是这个经典版型的西装破腿裤 早八人必备 这次这个腰头呢 是做了一个这种类似于窄腰风的一个设计 穿上会更加干练之性 它那是比较偏厚的 很有挺阔感的一个面料 很有质感也不容易皱 实穿性和搭配度都很高的 这个鼠尾草灰咖 它就可以搭配各种有灰度的大地色系 还有一个这个深丽棕 这种棕色也是在今年秋冬依然很火 下面是这件皮封衣 这件也是我这次超爱的 皮质单品呢也是今年秋冬的一个大热门 它看似是件皮衣 但其实它是风衣的设计和版型 所以它会更好搭配一些 它采用的是这种油辣感的一个 裂纹亮黑的一个质地 所以看上去会有点酷酷的 非常经典的 单排扣翻领风衣的一个造型 很有英伦的感觉 它侧面下摆这里 有一个这种小搭扣的设计 风挡 从后面看上去立体度也是很高的 我这次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搭配 属于随便披一披都会很好看 很有型的一个单品 而且这种皮其实它也比较的好打理 平时弄脏啊什么的 就用湿毛巾稍微擦一下就行了 这件是不是超级有日杂的那种 幽懒氛围感 粗磅针的再加上还有换雄容 磅针加上毛绒的质地 有种很适合初秋的温暖感 这个袋子有很多种记忆法 可以往前记也可以往后记 也可以在腰上面绕两圈再记起来 我身上这个灰绿色就是一个很有气质 很日杂感的一个颜色 黑色就是很经典优雅的感觉 下面呢这件立领风衣 它是一个很松弛感的一个阔性 自带一种都市旅人的随性浪漫感 高级内敛的一个石墨灰 它是又有一点灰色调 又有一点蓝色调 很微妙的一个调色 虽然它阔性比较宽松 但是它是中长款的一个长度 所以也是不挑身高的 这件它的面料呢是棉和莱塞尔混纺的面料 所以这个材质摸上去就是会更柔软 更有呼吸感 这个立领可以扣起来 也可以随便这样敞开穿 秋冬随便PEP穿出门 都会很有一种生活中的电影感 喵喵风的一个脖头的打底衫 可以贯穿四季的一个百搭单品 它单穿的话会隐隐约约露出里面的内衣 很多时尚达人 时尚博主都是这样单穿的 它底下穿的话也可以搭出无限的可能 可以把里面的领口就是稍微露出来一点 它的袖子袖壳这边呢本身也会有一些堆叠的那种松弛感 这两个色系一个这个大象灰 还有一个这个深灰绿属于很高级很低调 而且是在街上很难跟人家撞衫的颜色 天丝羊毛的质地非常的薄透柔软很有轻盈感 这个V领针织衫也是属于耐看石穿派 一边干练时髦一边又很内敛气质 质地呢是比较偏薄的针织衫 非常的软糯轻浮 有顺有密的小坑条织法也非常的有层次 比圆领多了一些设计感 但是又比V领多了一些松弛感 焦糖色的针织衫呢我搭配了一个这种深色系的 非常高腰显腿长的一个牛仔裤 而且这个面料呢它也是有弹性的 所以穿上不会紧绷 这种深色系牛仔裤也是秋冬必备 它腰胯的包裹度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穿上会显得下半身非常的修长 这件这个亨利领呢就是很美式休闲风 再加上它这个提花镂空的一个针织图案 就很复古甜心 可以把亨利领这边解开几粒扣 形成一个Y字 就是一个很随意的感觉 它的整个版型呢也是比较宽松休闲 这背心呢它就是带点复古英伦气质的学院派 它的领口呢是V领和Polo领的一个结合 就非常的特别 它的领口啊这个领子 袖龙还有下摆都有一个这种撞色的拼接 它也是百分之百羊毛的材质 可以从初秋单穿它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去做内搭都是可以的 下面是这个极简宽松的一个阔形衬衫 这件面料是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 这个宽松度的话会更加适合做一个小外套 这件它的领座 后领这边 还有它的袖口都做了一个这种很有趣的条纹拼接 这件这个蓝色也很高级就是那种纯度很高的感觉 下面呢是这个sporty and rich的风格 超级超级百搭的这种抽绳运动短裙 这件它这个面料也是比较有一定的厚度的 可以穿的时间也很长 里面是自带了安全裤的 两边都有这个口袋 这三个颜色都是那种超级百搭 随便大家都不会出错的颜色 它抽绳的这个动眼这边呢是做了这种撞色的一个拼接 这个动眼平时穿多了它也不会容易变形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新品介绍 那大家最喜欢本次的哪个单品呢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